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We miss you so and ita 我们永恒的八变天后纪念展览 其实这里是剪影公司搞 里面放了很多不同的剪品 包括梅艳芳粉丝的珍藏 另外有些剧照和画 而有一个重点的剪区 就是放了三件黄丹尼在飾演梅艳芳的戏服 三件都是仿制梅艳芳在生前不同地方穿过的戏服 或者是歌衣 这个展览其实是一个比较小型的展览 如果你慢慢去走 基本上15至20分钟可以走 另外其实隔壁那间餐厅 是有一个餐叫Forever Diva 永恒的八变天后主题下午茶 即是怎样呢 即是梅艳芳主题的下午茶 究竟是什麽呢 我都想不到 我没有吃到 我便把资料放在下面 好 现在鬼哥就进去看了 好 这些已经见到 进来已经见到这些是什麽呢 其实就是电影公司找了一些 比较年轻的刹画家 就去画回他们心目中的梅艳芳出来 这幅大家就熟悉一点 就是梅艳芳最后一次演唱会那件 戏服分纱 即是刘培基设计那件 来到第二个展区 这些是歌迷的珍藏 超厉害 这些是当年Bill的广告的展报 另外一个歌迷珍藏 这个叫Coco 叫Coco 其实这里有个名号牌 告诉你哪件是哪件 打哪件的 便看到了 8788演唱会VHS 神经病 这个一看风格就知道 就知道是什麽 没错 是黄玉郎 捉 大家看到吗 看到 捉玉郎漫画读者 笑口常开 笑口常见 有个梅艳芳的标准 很有趣的 三维是写不合比例的 黄玉郎 专访梅艳芳 你看到这本玉郎漫画 坏女鞋的带 返回来的 1K线 小学 我也是小学的 坏女鞋 我只是听到那一首 Why why tell me why 接着这条楼梯 很有特色 其实是梅艳芳那首 夕阳之歌的歌词 逐句逐句地上 OK 这个重点 这三件 这三件是拍戏时的戏服 就是replica 不是原本是梅穿的 我们逐件看 这件 那一件是阿妹參加新秀時 第一屆新秀歌出大賽 第一屆當時唱風的季節 那件衣服 徐小峰的名曲 其實原本那件是啡底少許黃神 但拍戲時令整件衣服更金色 如果數時間 其實是到這件 這件是胭脂扣的戲服 那張照片可以放在這裏 這件亦是仿製當年阿妹演演之扣的戲服 很修身 我想問問你 其實這件是跟黃丹薇 其實是跟黃丹薇去財收 這件最重要 要小心一點 千萬不要踩到 這件是最後阿妹唱職員之歌 劉培基做的戲服 應該說是那件歌衣服 這是那件編曲 戲裏面古老闆飾演劉培基 幫阿妹戲裏的黃丹薇 設計了這件衣服 剛才聽她們說 其實這個扣 原本那件阿妹穿上一件是沒有的 它就是電影才專門設計 多個扣 好 剛好帶大家看完展覽 你們見到其實都不是很大很多東西看 最主要都是那三個區域 第一個區域進去就是一些劇照 和一些插畫家的一些作品 第二個區域就是那些歌迷的珍藏 第三個重點區域就是那些梅艷芳電影的戲服 很厲害 我覺得歌迷的珍藏 我見到那些劇套帶VHS那些 什麼記憶都回來了 那些壞女孩 夢伴那些歌 直接在路上轉 都是那句 重點剪品之一的那三件戲服 就去到10月16日就剪出完了 所以趁機去打卡 就記住在16日前去 因為其實它挺自由的 任你拍照 你說我來不到 16日以前來不及 整個展覽其實是去到11月30日的 好 天都黑了 下次見 拜拜